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今天在财政部的开斋节门户开放活动上搂着妻子望阿兹莎献唱歌曲 打出温情牌 取获不少民众的芳心 活动结束前 安华上台展现她的歌喉 在乐团的伴奏下 位在贵宾席上坐着的妻子高唱本地已故巨星丹斯里比南利的名曲之一 Aziza 随后 望阿兹莎也走上台 推动活动现场气氛的高潮 安华搂着爱妻的肩膀直唱完上述歌曲 赢得妻子的欢欣和全场观众的掌声 在活动上致辞时 安华呼吁内政部全员合作 包括执法单位 提升服务素质与表现 他表示 在改炒换代后 必须带来改变 新政府核心方式不能让人们看到一成不变 即便政府和首相换了 披露 贪污和掠夺依然存在 必须终止这些不好的行为 安华强调 团结政府必须前进 除了推动经济增长和保障公平的资源分配 还需要改善人民得到的服务 他说 在内阁会议上 他常常劝戒改善在机场 入境处等地的服务 在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上 安华也与副首相阿莫扎西提到依然猖獗的走私问题 每年会有价值100亿令吉的柴油流失 这100亿令吉可以用于建造大学 修缮军警宿舍和监狱等 因此 他要求执法单位提升表现 好好的运作 安华强调 劝戒并不代表大家没有做好工作 他鼓励所有人抱持更上一层楼的态度 设法超越现有的服务水平 此外 安华宣布 耗电量高的住宅将不再享有政府津贴 需按原价支付电费 这一位住 B40群体与M40群体不会增加电费 但是耗电量高的住宅将按市场价支付 他表示 民众需要清楚明白 我国约九成人民的电费并不会增加 这项新政仅针对用电过度的住户 比如一个住家 有三台电扇 四台空调的 他们应该按实际成本支付 而不能享有补贴 安华今日主持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之后 召开记者会发表上述声明 为他并未清楚说明 如何判定住宅用电是否属于高耗电量 前首相马哈迪称安华指控他在任期间敛财 但从未出示证据 马哈迪今天在脸书上发文指出 安华表示自己已经申报资产 而他在出任首相期间也多次申报财产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我申报资产也没问题 因为我根本没什么好隐瞒 问题是 安华多次指控我在任相期间为自己和家人牟利 他解释说自己被指控拥有数十亿令吉财产 以及私人飞机和船只 但一直没有出示任何证据 马哈迪说 他曾要求安华出示证据证明自己的指控属实 否则将会被控告 他强调 指控他的人应该提供证据 而不是要求他出示资产申报 马哈迪还说 任何人都可以在政治舞台上发表言论 但如果没有证据 那么这些人只是吹水佬 Matsry Torik 副首相兼国镇主席阿莫扎西建议将 昨天的团结政府大会延伸至州级 让基层参与其中 也能聆听他们提出的各种见解 这也是即将到来的州选举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政党之间透过这样的大会建立默契 他表示 昨天的会议不仅仅是台上的领导人 各政党的代表也在场 大家不仅是聆听 也展开了互动 由于即将面对的市州选举 因此 需要推动这种默契 阿莫扎西是在今天出席国家教授理事会 开摘参会后 对记者发表谈话 他说 多元问题在马来西亚是既定事实 因此 应该尊重多元化 宗教和文化 迎向彼此之间的差异 他强调 必须从动态方面看待政治现实 我们不应该聚焦在一个政党或领袖上 而是要看到现实层面 必须承认多元性是无法避免的 同时 他也希望我们的国家能成为进步的国家 拥有良好的政治稳定 经济增长的同时 人民的福祉必须成为目标 谈到巫统前领袖 丹斯里 安努亚 沐沙指巫统最终将被百万党员唾弃一事 阿莫扎西仅简单回应 我永远不会尊重他的个人观点 国盟登家楼州主席 拿督斯里阿莫山苏利表示 国盟将在下个星期 最快确定州选举的议席分配 并在下个月初公布加盟的新成员 马新社报道 阿莫山苏利表示 一旦政党间谈判委员会提成讨论结果 国盟主席理事会将做出最终决定 他强调 州籍讨论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 并将决定一党土著团结党和民政党 在州选举中的议席数 阿莫山苏利还表示 国盟将在下个月初 公布新加入的数位知名人士 他表示 这些人士是否参选州选举 将是地区和人民的接受程度而定 重要的是为国盟赢得最大的胜利 政府撤回菲穆斯林 禁用阿拉字眼一案的上诉决定 引起穆斯林组织的不满 内政部长拿督斯里塞夫丁 确认政府决定撤回对菲穆斯林 禁用阿拉字眼的上诉 直辖区伊斯兰法律师协会主席 在伊努对政府的撤诉决定表示失望 并要求政府给出合理的解释 在伊努表示 政府需要向穆斯林社区 解释其采取行动的原因 并询问雪州 直辖区和吉达州的宗教委员会 是否获得法庭允许咨询 在伊努还强调 雪州禁止菲穆斯林使用阿拉一词 因此政府的撤诉决定 与雪州的法律相矛盾 无形中削弱了雪州苏丹的权利 他补充说 雪州议会和雪州苏丹预准了 禁止使用阿拉一词的州法 联邦宪法第三条文规定 雪州苏丹市州宗教委员会主席 而联邦宪法第八条款 授予陛下宗教事务酌情权 因此中央政府单方面撤诉 将影响雪州苏丹的权利 在伊努指出 政府的这项行动 与天主教周刊先锋暴多年来 在阿拉四沿岸的司法斗争中 被上诉庭驳回的情况不相符 同时 大马伊斯兰协会联合会 Pambela对政府在撤诉前 为与利益相关者协商感到遗憾 这是政府的单方面行动 它没有与统治者会议 州宗教理事会 及国内伊斯兰利益相关者等协商 因此这是对高于行政部门之机构的极端 不尊重和野蛮行为